在台湾东湖大学的校园内 有一座岌岌无名的普通石桥 直到有一天 该校一名女生决定要与男友私奔 他们约好在石桥见面 可女生一直等到午夜十二点男友都没有出现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五个壮汉把她拖进了旁边的小树林 最后还将她按进湖里活活溺死 这一天正好是润年的2月29日 从那以后 每当润年这天的午夜十二点 本来桥上十三节的台阶就会凭空多出一阶 任何人踏上台阶后都不能回头 否则就会被女鬼缠上 不死不休 此后 这个传说在学生之间口口相传 人们贴切地称呼这座桥为女鬼桥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6年2月28日 几个不怕死的学生挑战竞技 他们要在这里以直播的方式举办试胆大会 小乔与队长曾经是情侣关系 本想借助这次机会重新复合 但队长好像并没有这个意思 小乔随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大家留意一下 咱们后面会讲到这点 几个男生觉得不够刺激 还提前准备了道具来吓唬女生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小乔同学提前来到现场 他无意中在桥上发现了一张黄符 何等其他同学赶到 小乔不仅没有说出黄符的事情 还主动把他藏到了身后 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午夜12点整 随着桥边的铃铛被拉响直播正式开始 眼镜哥取下红布朝着台阶走去 其他人跟在后面进行拍摄 可眼镜哥竟然莫名地数起台阶来 二 三 四 众人顿感不妙急忙上前阻止 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下一秒 几人被凳子吸引了注意 然而更诡异的是 阶梯上的眼镜哥瞬间消失不见 他们急忙跑上前去查看 男生们的阴谋得逞了 可就在这时 身后的凳子再次传来一响 话音刚落 凳子又一次风骚走位 几人惊慌失措惊叫着逃离了现场 这时眼镜哥从树林中钻了出来 这时队长发来信息 夸他凳子这招用得很好 可眼镜哥一头雾水 因为凳子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杰作 刚想去收相机 却突然想起台阶上不能回头 往回走 前面的路灯却又突然熄灭 眼镜哥拿出手机照明 却又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这要是换成正常人早就跑了 可想想哥甚买来的手机 眼镜哥只能强忍恐惧退到下面去捡 他在地上摸了很久都没能找到 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通过眼角的膀胱 他有了一个大概的位置 可手机亮度突然变暗 原来是一只泥泞的脚踩了上去 眼镜哥顺利杀青 可恐怖并未因此停止 参加完事胆大会的几人 刚刚回到宿舍 女鬼便悄无声息地盯上了他们 大山正在厕所一泄千里 门外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他趴在地上看向四周 可这里除了自己连个鬼影都没有 大山刚刚起身 他愤怒地打开摄像头 看看到底是谁在捉弄自己 好不容易摆脱对方 却发现手臂上满是抓痕 大山愤怒地冲出隔间 就在他检查剩余的坑位时 一个黑影突然一闪而过 外面的水龙头不知被谁全部打开 大山急忙上前挨个关闭 却不小心将自己的护身 扶掉进了水池 他伸手去摸 竟从水池里拽出了一团长长的头发 被堵塞的水管瞬间恢复了正常 大山的护身符也随之被冲向了下水道 男人急忙就要拆掉水管 身后却缓缓落下一个恐怖的鬼影 大山猛地回头 鬼影又突然消失不见 这是一个铁桶走进了大山的视野 大山小心翼翼走过去查看 水面的倒影里 紧接着一只鬼手猛地出现 把大山按在水桶里活活溺死 宿舍里的小乔突然也想上厕所 可深更半夜他不敢一个人出去 只能央求石头妹陪他一起 小乔这边刚刚蹲下 就听到旁边的隔间传来冲水的声音 他以为是石头妹也就没太在意 可等他出来洗手时却发现 石头妹竟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那刚才厕所里的又是谁呢 石头妹不但没有害怕反而要进去看的究竟 原来是石头妹故意在吓唬小乔 可大家都没有发现的是 石头妹的镜头里竟然拍到了两个人 小乔生气地离开了厕所 这时石头妹才发现自己竟然满手泥屋 而且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她自己待在厕所也很害怕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石头妹胆战心惊地转过头去 只见大山身形扭曲恐怖异常 还在不断地呼喊着石头妹让她过去 下一秒 而提前回到宿舍的小乔也同样遇到了女鬼 房顶的天花板上莫名出现了一个人形的霉板 刚想爬上去看个明白 小乔被吓得躲在被子下面迟迟不赶出来 直到外面彻底没有了动静才敢探出头来 这时头顶突然滴下无数的泥水 像极了河底的泥屋 抬眼望去 小乔被吓得躲门而出 正好遇上惊慌失措的石头妹 两人相互搀扶着就要下楼 可不管他们怎么跑都会在二楼与三楼之间无限循环 情急之下两人撞开防火门 竟然诡异地直接来到了天台 就在两人一脸猛逼的时候 身后的肛门猛然关闭 石头妹被吓得瑟瑟发抖 小乔来回寻找着下去的通道 可下一秒 此时石头妹已经彻底崩溃 另一方面 队长看眼镜哥迟迟没有回复信息 于是带着女友短发妹又回到了女鬼桥 他们收拾好相机后打给眼镜哥 却发现手机在身边响起 上面还沾满了河底的污泥 意识到眼镜男可能发生了意外 两人来到学校的监控室查看录像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短发妹在屏幕上发现一个鬼影 她绕到男友另一边又消失不见 可队长却什么都看不到 鬼影出现在美容教室门口 于是两人决定过去一看究竟 他们乘坐电梯上楼 电梯却停在二楼一动不动 女鬼可能偏爱短发女 每次都是她能看到队长却看不到 两人来到美容教室 队长看到眼镜哥一闪而过 于是丢下女友独自追了过去 教室里堆满了各种人形 模特鬼影重重 时不时还会发出一响 来刺激女人的神经 紧接着模特像活了一样 向短发女走来 女人急忙向门口冲去 却不知身后的女鬼正在慢慢靠近 好在这时队长赶到 拉起女友一路狂奔逃离了教室 这时小乔突然出现 两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跟了过去 可队长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朋友们可能也比较疑惑 为什么刚刚遇难的小乔会再次出现呢 看到这里我们才意识到 大家都被导演给骗了 咱们先把这边的故事先放一放 把时间拉到2020年的2月28日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切的答案 一个灵异主播为了揭开女鬼桥的神秘面纱 决定重新调查2016年那次 试胆大会的灵异死亡事件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线索被再次挖出 这才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原来早在2012年就有学生组织过试胆大会 当时参加的6个人中死了5个 但由于校方封锁了消息外界并不知道 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 2012年有大山 小乔 石头妹和三个不曾露面的同学 而2016年的照片中 有小乔 短发女 眼镜哥 队长和另外两名同学 也就是说咱们上面看到的视频内容 是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两批员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上面的镜头就会发现 画面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整个团队的正面 总会有几个人处于模糊状态 这就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他把不同时间线的两件事 利用蒙太奇的剪辑手法放到一起 让我们错误地把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 现在把两张照片放到一起对比就会发现 小乔穿黄色衣服时就是2012年 穿蓝色衣服时就是2016年 这样就更加容易分辨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当初学校请法师封印了女鬼 2012年的第一次试胆大会 小乔无意间接掉了乔上的符咒 不小心放出了怨念滔天的女鬼 后来小乔摔下天台并没有死 他想通过手机报警 但手机已经摔坏无法使用 等他再次抬头时却发现 自己竟然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女鬼桥 而本应该早已死去的石头妹突然出现 紧接着女鬼现身 小乔跌跌撞撞爬爬爬爬上台阶 但小乔并没有死去 而是与女鬼达成协议 以后每隔四年 他都会带祭品来供女鬼虐杀 这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可回归正常的小乔发现 自己的男友不仅提出了分手 还迅速劈腿了小师妹短发女 小乔怀恨在心 这才有了2016年的第二次试胆大会 眼镜哥之所以会在桥上犯忌讳 也是受到了小乔的捕获 面对男友的铁石心肠小乔也不再手软 主动请女鬼上了自己的身体 紧接着短发女鬼一地飘到了空中 用手死死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下一秒女鬼现身 队长被吓得转身逃走 根本就不在乎两个女友的死活 可他怎么能够逃得出女鬼的手掌心 不一会就被堵在了一条死胡同里 面对慢慢逼近的小乔 队长苦苦哀求只想活下去 而小乔则用亲身经历告诉他 活着未必是一件轻松的事 这四年来他只要一闭上眼睛 那些惨死的同学就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简直生不如死 说着他就递给男友一块板砖 男人颤颤巍巍巍接了过来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他还是对着小乔下了死手 时间再次回到2020年 女主播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当年参加试胆大会的队长 竟然与自己的摄影师长的一模一样 电影的最后 摄影师带着五名同学来到了女鬼桥 虽说故事情节比较老套 但这种剪辑手法和最后的反转 为电影增分不少 整体来说依然值得推荐 听说第二部会在今年下半年上映 希望拿到资源的朋友 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 原片还是放在了评论区的置顶位置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重温一下 咱们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